尴尬到宝,老板2.7亿都留不住老大老二,只拿1.5亿搞定沾黄街班人森李朗本赛季之前,已经连续13年没有禁忌后载,本赛季终于杀禁忌后载,本想大干一场,老板3亿现金已经拍相,结果确实老大老二都要走,下赛季每个球员都是同床一梦,气氛会尴尬到宝,还怎么配合打球呀? 老大巴特勒已经明确拒绝了森李朗的提前续约合同,4年1.1亿,并且曾公开怀疑球队内部年轻人员打球的态度,至于说谁都不言而喻,老大出走事件在闲上,如果不在交易截止日有所动作,恐怕当初未得到巴特勒所付出的优质筹码都会逐篮打水一场空,巴特勒受伤前森李朗还是西部第四的,受伤后一直掉到第八赛季默汉, 还跟绝筋抢吧,禁忌后赛每个人都有功劳,但巴特勒无疑是球队最好的大腿,2015年的状元唐斯被期望之高,本赛季新秀合同748万即将到期,面临提前续约问题,早在7月份就传言森林郎与唐斯进行续约谈判,但是一直没有下文, 如果在10月31日前达成合同,唐斯将拿到5年1.58亿的顶新合同,如果没有搞定提前续约,那么唐斯在明夏会,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,唐斯场均21.3分,12.3完板,2.4助攻1.4盖茅,投完命中率为54.5%, 3分命中率为42.1%,数据向邓肯,但为什么总感觉和邓肯差距还很大呢?无法解释,进攻万花筒,防守万人筒,詹黄杰帆仁威金斯自从进联盟以来,除了吃饭睡觉打骑士,可以说一直没有达到人们所期待的高度,养生麦巴没有球权就没有亮点了,大家现在就看到了他差劲的防守,就成了枸杞威金斯, 其实他防守一直很差,只是现在没有得分掩盖这一点,当年5年1.48亿有顶心牵他,是因为他的天赋而不是场上漫步,再不努力迟早会成为垃圾合同,森里郎老板拼命用2.7亿也留不住老大老二,本以为有机会沾黄杰帆仁的老三维金斯,却成了场上漫步的养生麦巴,老大巴特勒不想再浪费青春, 老二唐斯的防守大漏洞,让森里郎不敢拍板,现在的西伯度也是尴尬至极法,防守著称的西伯度面对这两个主,是不是有气无处撒呀?